當時我第一次接到義牧師的時候 義牧師為我按手 當時我就是個人會飛 我是天樹地轉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真的當時很喜樂、很平安 第二次義牧師為我按手的時候 我就 聖靈激倒了 我跌在地下 但跌在地下我是很喜樂的 那種喜樂是湧流的 湧流了整個人被更新 好實實在在 很奇妙的旅程就是說 我以前這麼多年來 一直在這裏的東西 真是進入我生命裏面 聖靈告訴我 真正確確的 我在你的生命裏面 我更新你 我很願意你經歷我的 這次我是隨時的 隨時可以經歷到聖靈 我就開始說 真是有聖靈的工作 在裏面 聖靈的聖情是分了給他 我自己就很想經歷聖靈 因為我自己 我都是很喜歡讀聖經的人 都看很多神學的書 頭裡上的知識 我都願意接受 都相信聖靈 但在生命中 都是靠自己去走 在聖靈後 我慢慢會感受到神的愛 神的愛 神的愛 才是最強的改變 最強不是靠人 本身做些改變 讓我形容經歷 我的经历很有趣,我和阿迪很不同,很安静, 年牧宫我祈祷时,我心中是由头到头,都是透明的, 神的爱是灌溜下去,有点像十月架在天上, 不断有能力出来,由头到落脚的感觉。 感谢主,感谢主,到大女了。 我在耶牧师坡按手祷告时,很开心, 希望一个人好像有陶水,把他洗掉的罪,很舒服的感觉。 感谢主,还有你里面开心出来的,是吗? 在耶牧师坡按手祈祷时,以前的事全部都没有了, 好像是新开始,以前的罪都没有了, 就能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我是他们两个嫁衣,我刚刚接受了耶牧师帮我按手祷告, 其实一开始听耶牧师用小诗歌、圣经的经文说, 就会感受到耶牧师的爱包围着,再过多一会儿, 心中有挺强的感动,是不断涌流出来, 比起平时那种强劲点的力度,所以刚才忍不住就会不断流眼泪。 这样令到你对于神的看法会怎样看法呢? 其实我都是好像刚才我姐夫我姐姐那样说, 圣经的知识我们其实都听了很多年, 知道圣灵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硬是出不了来, 我们都很想寻求,也都见到我姐夫改变,我姐姐的改变, 我自己都很想去经历,亲自经历。 刚才阿玉牧师帮我按手祷告之后, 我原来知道圣灵的主的同座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当然是很好的感觉,都很希望可以经常性, 可以经历自经。 可以的。 我们先感觉。 我们UCK Total